我觉得现在神使用的是很多不同的途径可以选福音 我觉得媒体是大家都在使用的 甚至现在每个人手上几乎都有手机 有随身的行动的一些装置可以来使用媒体 媒体创造了机会 使我们能够把耶稣的好消息 相乘地传出去 我在灵风传播中心服侍了23年 我觉得神也都在服侍里面来造就我 装备我 祂透过声音 透过影像 通过音乐能够帮助到人 能够更深地去认识神的话语 然后也能够去看见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灵风传播中心扩展我对服侍的看法 我学会怎么把神的话语更有效地传达 使人归主 我对中国十三亿人口 这么庞大的人口 他们的福音需要 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 多年来 我们制作福音节目 透过广播 透过护眼网 把神的话语带进人的家中 甚至偏僻的地方 使他们在属灵方面能够成长 当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我体会到福音的重要性 知道怎么样对福音有更多的热忱 以及尾声才能够在这份工作上不疲乏 经过了一两年的学习的时候 我慢慢地了解神怎么样带领我 在前面为我预备 我要怎么样子来服事 来帮助我所服事的对象 我在想以往以前在做平面的设计 一直到现在开始学习做video的设计 那我在想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如果我们不利用媒体 把福音的消息传给人 他们会接受许多其他的东西 媒体不能够是空白的 不能够没有福音的信息 我觉得神帮助人来创造了 新的媒体的这些工具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国度 我觉得我们能够参与在凌峰传播中心 我很感谢神 我们都希望神使用我们 将他美好的福音传给更多的朋友